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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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一层一层走到最顶端的时候呢 发现这间餐馆有非常多特别的地方 而且每一个部分都是我们的Chef Andre Chang 精心去安排的 我们有请我们的Chef Hello 你好 你好 要不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这间餐厅 第一个这间餐厅是在The Edge of Chinatown 我们是在这条路叫Bukit Paso 那Bukit Paso它本身就是一个很arty的一条街嘛 我知道Bukit Paso的意思就是The Hill of Potter 这跟我自己本身的兴趣就是做很多的陶逸 有一个直接的关联 所以我一开始走在这条街上 我就很喜欢这条街的一个气氛 然后决定在这条路上有一个自己的餐厅 听说你还特别在你的餐厅外面呢 种了一棵很特别的树 新加坡很小的地方能够看到橄榄树 对 为什么 因为我在法国十几年的时间 最长的一段时间是在南法 在南法的大家都知道 南法最常看到的就是橄榄树 所以我想要把南法的味道带到新加坡来 所以把一颗南法的橄榄树带到新加坡来 好像是我身边最好的朋友 你喜欢pottery 对 你自己做pottery 对 他除了是大厨之外呢 他大厨就算了 他还会自己做这些桃子类的东西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厉害的一个兴趣呢 什么时候开始的 其实从小开始 因为我的家人 我们都喜欢不同方式的艺术方面 在这方面 像我爸爸是书法家 我妈妈是厨师 我哥哥是演员 我姐姐是设计师 那我从小个人就很喜欢雕刻跟陶艺 所以是从小一直以来的兴趣 一直到现在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把这个陶艺跟料理可以做一个结合 是我觉得我在餐厨就希望做到的 然后听说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很多厨师可能会怕自己忘记 那道菜那个味道要放什么材料都会写下来 听说你是没有食谱的 比如说一棵水蜜桃 它不是每一次来都是同样的状态 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很精准的食谱来做 它最后的结果不会是一样的 所以你一定要适时的去做调整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当你没有一个标准的食谱 你就会更仔细的去吃它当中有什么不一样 更仔细的去看每一天来的食材跟昨天有什么差别 要去做什么样的调整 最近听说你也在忙另外一件事情 除了吃之外呢 当然这一部分也算吃啦 就是喝的部分也好像开始在转眼了 对 其实我们一直从几年前 一直在做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发酵汁 那发酵汁听起来对我们来讲比较遥远 因为我们从来不管是在世界最好的餐厅 或者是说其他的角落 很少发现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如果我今天不喝酒 在餐厅里面我可能就只有水跟果汁 那水跟果汁是不太能够跟这个餐一起食用 会觉得它会影响餐的味道 所以怎么样有一个东西它既五酒精 那但是它又可以跟菜一起享用 所以我们才会发展这个很特别的发酵汁 除了这个之外呢 接下来它有一个big project 就是你要出书了 现在已经到最后的阶段了 因为所有的书现在都在印制 所以我们会有四个语言 然后世界二十一个国家 对 同时在四月底开始 所以五月开始就会有一个世界的巡回 在讲这本书 Auto Philosophy 八角哲学 对我们非常期待这本新书 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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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小时间 锁